2月15日 OpenAI又发布了京士制作 文本转视频大模型Sora 相比市场上的同类应用 例如ROMML PicaLabs Stable Video Diffusion 只能生成10秒以内的视频 Sora单次生成的视频时长 达到了1分钟 所以此次Sora的推出 也让包括电影行业的从业人员 都惊呼不已 因为在电影拍摄制作的过程中 所谓的长镜头 也就超过40秒左右而已 这将对整个广告影视行业 产生巨大的影响 在目前OpenAI释出的演示视频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丰富的镜头变化 光影效果 真实的背景 以及丰富的主体人物细节 所以OpenAI的官方文档 将Sora描述为了一个 真实世界模拟器级别的AI模型 Sora商用级别的视频品质 让同类竞争对手 立刻变成了GIF动图制作器 在视频长度和宽高纵横比方面 Sora也可以生成适应各种设备的宽高比内容 例如9×16的手机竖屏内容 1×1的正方形内容 16×9的1080P长方形内容 在多功能编辑方面 Sora支持图片转视频功能 这将极大的丰富自媒体创作 视频营销 图文创作的内容 提高素材制作的效率 视频延长功能 能将现有的视频内容朝前向后填充加长 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将一个只有两三秒的视频 加长到需要的时间长度 其中的内容还能保有相应的一致性 通过此功能 我们就能制作出常见的循环视频内容 视频文字编辑功能 可以让我们通过文字提示词的方式 对视频内容做场景更换等操作 例如针对实例中的这辆红色跑车 通过文字提示词 就能实现整个视频的场景更换 这让特效制作的门槛大大降低 连接整合视频功能 能将两个完全不同的视频 完美的融合起来 通过视力视频 可以看到Sora实现的视频融合 并不是简单的将两个视频中的元素 堆积在一个视频当中 而是将不同的元素 融合为和谐统一的画面 这种视频特效是当前好莱坞 最常用的技术手段 不过Sora将这种技术 推向了每个普通人 图像生成功能 尽管OpenAI已经推出了 当前顶级的AI生图模型 DALI3 不过Sora的生成图片的能力 则更近了一步 相比DALI3 最高可生成1792x1024的图像分辨率 Sora可以生成2028x2028的 超高分辨率图像 在Sora官方的研究文档中 OpenAI一直在强调Sora 对真实物理世界的模拟功能 例如 影片中多变的摄影角度 让影片更具三维立体感 更加真实 真的就像摄影机拍出来的真实场景 长时间的保持内容元素 和角色的一致性 一直是文字转视频 AI模型的技术难点 此次的Sora模型 在这方面有部署的表现 无论是人物 动物 还是客观物体 在影片中的样貌 始终能保持一致 还能生成多个不同角度的镜头内容 这让使用AI制作较长内容的影视剧集 有了一定的可能性 在可见的时间内 将小说转换为影像作品 将不再是影视制作公司的专利 人人都是导演的时代 很快就会来临 除了对真实世界的模拟 Sora在数字场景方面 也做了大量的训练 在释出的Minecraft游戏模拟场景中 Sora不但可以生成游戏中的场景 还可以实时的模拟人类玩家 在游戏中的一些操作 这已经超出了简单的文字转视频的范畴 通过对人类游戏行为的模拟 Sora可以学习训练 理解人类更深层次的逻辑行为 进一步进行自我AI系统学习 这意味着以后的游戏开发 也可以实现AI级别的自动化处理 实际上对于Sora碾压同行的能力 我们是可以有所预见的 在Sora的文档中 OpenAI明确了CHAT-GPT-GPT模型和DALI3生图模型 在Sora的研究发展训练过程中 起到的关键性作用 这一点是其他同类型应用无法比拟的优势 此次OpenAI的Sora模型 确实对AI图像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但是目前我们普通人还不能直接介入使用 Sora当前只开放给了红队成员 就是所谓的网络安全专家 用于评估可能的风险和危害 并向视觉艺术家设计师和电影制作人提供使用 以收集反馈进一步改进模型 使其更好的服务于真实的创意行业 所以距离Sora应用的正式发布 再到普通用户的使用 应该还有一段时日 不过令人责舌的是 在中文网络上已经出现了大量的Sora割韭菜培训课程 根据可见的消息 目前OpenAI并未向中国的任何个人和机构 开放测试和使用 针对这种明目张胆的割韭菜和诈骗行为 我们一定要擦亮眼睛